这是一个双面镜从里边可以看到外边 但是从外边看不到里边 镜子里边是一个密不通风绝对隔音的密室 这个女人为了考验男朋友 躲进房子里的密室 然而她在里边不仅看到了令她绝望的事情 还差一点丢了性命 女主贝贝跟随音乐指挥家男朋友来到异国他乡工作 并租下了这栋别墅 因看见男朋友与乐团女孩各种暧昧 贝贝难过的向房东太太诉苦 房东告诉她 如果想知道她爱不爱你 为什么不考验一下她呢 奶奶你以为现在的男人会像你们那个年代的一样专情吗 奶奶带她来到自家房子的密室 密室是老公生前为了躲避追捕建造的 开关在书架里边 而那面双面镜就是密室门 里边无比坚固密不透风 在外边根本听不到密室里的任何声音 但是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卧室和卫生间 还能通过安装的音响听到密室外的所有声音 不仅如此里边还水电齐全 房东留下了钥匙就去了国外与儿子团聚 起初贝贝只是对密室好奇并没有真的打算使用它 直到看到男朋友与那个女人的暧昧短信 她质问男友 男友承认两人只是眉来眼去并没有发生什么事 那个女人能处得了这些啊 于是她录下了一段视频 说自己很难过 要跟男人分手 一个人回老家 然后开始收拾行李 很快男人开始回来了 贝贝慌乱的在相机上留下纸条 拿着包进入密室 男朋友拿着一束玫瑰来到房间 看了贝贝的视频留言后 表现得很难过 贝贝站在里边看着满心欢喜 她意识到男朋友是爱自己的 过了一会儿 男朋友生气的将玫瑰甩向玻璃 她知道自己玩大了 于是赶紧找钥匙 准备出去与新门和解 可是包里里里外外都找不到钥匙 原来她刚才慌张之余落下了钥匙 她奋力的拍打着玻璃呼卡 但外边的新门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 打电话 可是这里没有任何信号 尝试用其他的钥匙开门也没有用 贝贝崩溃了 她被困在了这个密室 为了生存 那边还有几罐过气的罐头 打开盖子 臭味扑鼻而来 吃上一口 她找到一个工具每天挖墙 这是她唯一的希望 在贝贝离开的前两天 新门每天都是戒酒消愁 看着相机的视频暗自伤神 突然有一天 她对了相机里的贝贝说 祝你好运 贝贝明白 新门是要放弃这段感情了 她奋力的踢下水管 大骂这王八犊子 洗手池的水竟然有了波纹 但是新门根本就没有察觉到 后来新门喝醉与路人打架 酒吧服务员小花看到后 就把新门带回了自己家 酒吧门口每天醉酒 坐在地上撒泼的男人多了 为什么小花却把她带回了家 还不是因为新门不仅长得帅 还很有钱 本就生活在最底层的小花 就想找个钻石王老五 这次是彻底如愿了 第二天 新门就把小花带到了别墅 贝贝在镜子后边看着 她哭得撕心裂肺 我这才消失几天 就跟别人嗨别伤了 所以不要随便去考验一个男人 因为你的怀疑会得到证实 但受伤害的永远是自己 她使劲地闭上眼睛捂住耳朵 但是外边噼里啪啪的声音 依然那么刺耳 当下对贝贝而言 能够活着出去才是正事 第二天 早上起来 小花看到了两个牙刷 她以为是新门为自己准备的 还挺开心 贝贝在里边使劲咒骂 你一个小表达 睡就算了 还用我的牙刷 她对着密室里的水池咒骂 小花竟然从下水管里 听到了微弱的像风一样的声音 她也没当回事 随后小花就住在了这里 但是她总能发现奇怪的事情 比如说洗手池和浴缸里的水面上 会莫名其妙地出现波纹 小花用喷淋洗澡时 水温会突然升高 甚至烫伤了皮肤 贝贝也没有想到 她在里边随便摆弄阀门 竟然控制了外边的水温 看到受伤的前提 她还有点小得意 但是贝贝似乎找到了深的希望 她继续对了水池呼喊 再一次地引起了小花的注意 房子里发生这一系列诡异的事情 把小花吓得不轻 西门则安慰她说 是胆子太小 自己吓自己 一天小花幼稚地在床上玩耍 另外发现地面上有个暗格 里边还有一把钥匙 看着挺好看 就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这可把里边的贝贝给挤坏了 傻子 那不是钥匙样 是项链 院子里 小花随手丢入湖中的苹果 让湖面产生了涟漪 她突然间想起西水池里出现的波纹 定是有外力震动导致的 镜子背后有猫腻 她回到房子里 在西水池里接满水 贝贝看到后兴奋不已 看来你一点也不傻 聪明的姑娘 赶快来发现我吧 当小花说开始 她在里边使劲敲打水管 水面出现波纹 小花说停 贝贝就停止 水面也恢复了平静 小花还以为是屋子里的鬼魂 在跟自己沟通 定了定神之后 继续说有人在吗 水开始震动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水又震动 西门是你在恶作剧吗 水面安静 没有做出回应 难道是爸爸的灵魂 依然没有回应 她想到西门失踪的前女友贝贝 于是问是不是贝贝 水面震动了 你死了吗 没有得到回应 看来是活着 她记着问 你是被困住了吗 是的困住了 她开始翻找 打开镜子的机关 但是什么都没有 这时家里的旺财 在物色的大镜子上扒拉 又向镜子后的贝贝 确认了镜子就是门 就试图打开镜子 经过各种尝试 都没有找到开关 她去书间上翻找 终于找到了门锁 当她准备开锁的时候 她停住了 她担心自己好不容易 找到了有钱的好男人 如果贝贝出来 自己是不是就没有机会了 最终她没有打开那扇门 走到卫生间 对着镜子说对不起 这句话被刚从警察局 回来的西门听到 得知依然没有贝贝的消息后 她安慰似的抱着西门 对着镜子看了一眼 她知道贝贝 正在里面看着自己 但是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 她放弃了营救贝贝 她担心有一天 西门也会发现密室里的贝贝 于是第二天 就把所有的东西 搬到了另外一个卧室 就这还和贝贝对话 她再次在洗手池里放满水 里边没有任何动静 她在镜子上写上 你好吗 仍然得不到任何回应 不过小花从此也变得很奇怪 次日小花的警察前男友 拿着一堆照片给她 里边全是西门 和乐队成员暧昧的画面 小花一时间不知所措 为了防止西门变心 她不惜受良心的折磨 对贝贝见死不救 但这个男人实在是太多么渣了 这时候她想起了贝贝 开始可怜那个女人 大家都是被西门玩弄感情的女人 何苦为难女人呢 于是她打开了密室的门 这里臭气熏天 地上扔得乱七八糟 而贝贝则是奄奄一息的她的床上 小花查看她的气息 却遭到贝贝的袭击 大云小花抢走钥匙 将她关在了里边 从鬼门关走出来的贝贝 终于再次见到了阳光 这时中介发来留言 说房东在国外去世了 家人准备卖的房子 也就是说知道那间密室的人 现在只剩下贝贝和里边的小花了 而西门也跟乐团的女孩分手了 理由是 我喜欢跟你在一起玩 但是我们不能这样下去了 分手吧 最惨的就是乐队这个女孩 在一起那么久 连西门家里都没去过 当西门回到家中的时候 小花消失不见了 在旺财的指引下 她还来到房间里 看到床上的一把钥匙 和镜子上贝贝两人的合影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西门会不会根据贝贝留下的线索 发现密室救助小花呢 导演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让大家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 这部西班牙电影的名字叫做黑暗面 是一部冷门的高分佳作 所谓黑暗面 其实就是里边三个主人公 每个人的呲呲黑暗的一面 比如说西门的花心 小花为了守护这来之不易的翻身爱情 对贝贝的见死不救 还有就是贝贝 你不知道男人的手机不能看 一看必完蛋的定律吗 爱情是最经不起试探的 重点是差点把自己给作死 最后还对小花进行报复 不过电影里面争议最大的就是西门 有很多网友都在讨论西门 是不是早就发现了镜子背后的贝贝 只是没有救她出来而已 我们通过电影中几个细节可以看出 西门有可能知道贝贝在密室里 就比如说她自己报警说贝贝失踪 当警察上门搜查的时候 她表现得很紧张 而西门作为音乐指挥家 她对声音和水的震动应该更加敏感 为什么小花能发现而她却不以为然 听到水池里传唇的声音 反而说是风吹水管的声音 这谁家的下水管能天天被风吹啊 重要的是一个细节 电影里没有表现出来 我估计是故意不给画面 贝贝的钥匙从包里掉下来 怎么就那么巧的 整条链子和钥匙都掉进暗阁里 西门又为什么坐在镜子对面 对了照相机里的贝贝说 祝你好运 而不是分手啊 我放弃你了 我们结束了的话 祝你好运 这句话意味深长啊 还有她听到小花对着镜子自言自语 晚上她就一个人抱着旺财 尽力发呆 难道是那个时候知道了贝贝的事情 但话又说回来了 西门如果知道贝贝在里边 她为什么不救呢 难道是为了报复贝贝对自己的试探 就算贝贝看到了她和小花那啥对吧 最多出来吵架分手 也不至于见死不救啊 总之 我对这个西门知道贝贝在里边的观点 始终有很多疑问 这也就是导演最成功的地方 给你一些诱导性的可疑现作 但又让你自己推翻自己的猜测 这是高手吧 最傻的是三个女人 这西门女友离开没几天 就和小花谈起了恋爱 期间还一直和乐团的女孩勾搭 贝贝就不能出来和小花一起 抱住西门 非得两人死磕 最可怜的就是那个女孩 她自始至终都是西门的玩物而已 电影里的西门才是最大赢家 女人们为了爱情自想残杀 但西门可以很快的开始下一段恋情 女人们都跟男人学学 不要过于依赖他人 更不要把所有的重心放在他身上 真的分手了 也不要过分伤心 赶快进行下一个 你会发现幸福又回来了宝贝 我是喜欢给人建议的小卡 把你对电影的观点留言评论 我们一起探讨探讨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了个拜